在新闻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大陆两起惊险的悬崖车祸 有一辆轿车超车时失控直接的冲下了山崖 过程中被后面的行车记录器拍下 另外一起则是大货车被导航引进的悬崖公路 结果将近有半个车身冲了出去 卡在半空中一连卡了三天相当的惊险 几辆机车骑在山路上旁边一辆轿车要超车 开得飞快偏偏前方弯道车子刹车不急 竟然直接飞出去 电线杆被撞到广角竟被撞飞 后面机车通通停下来下得不知所措 浙江杭州这个悬崖有四五公尺高 轿车在转弯时疑似失控掉下去 翻覆在泥地上 车上一名男子带了三个小孩一共四个人 幸好只有两名男孩受到擦伤没有答案 山西则有一辆大货车冲出了悬崖公路 包括车头近半个车身挂在半空中 下方就是万丈深渊 而且一连三天就这么卡着 看起来随时要掉下去 触目惊心 司机说是跟着导航走的 刚开始路还很宽 到后来过不去 前方又是下坡路 他想倒车反而溜下去 加上车身过重 消防救援到场也无计可施 好了三天还切割车体 才把车拉回来 大货车走悬崖有多难 这辆满载木头 车子跟道路差不多宽 开着开着 后面的轮胎都跑到外面去了 惊险万分考验技术 山西这名司机可说命大 逃过一劫 记得1.0予以报道